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偏方小百科》,我是Ken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青光眼》 我们这个频道最主要是分享一些健康资讯 如果你想食肆西药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键 点赞,点赞,分享给你身边有《青光眼》的朋友 我们最主要是收到很多我的听众 想我讲一下《青光眼》 其实一早已经有听众问了 但我的期限一直都没安排到 今次我想详细和大家讲一下《青光眼》的成因 和舒缓的方法 为什么会有《青光眼》呢? 其实就像这幅图一样 其实眼球外壁有一个叫前防的东西 前防的东西放了很多液体和水 正常的一只眼 有一个入水的地方,有一个出水的地方 但这个出水的地方如果有淤塞 眼的压力就会增加 如果眼的压力长期增加 你的视觉神经就会受损 受损了你就会有《青光眼》 《青光眼》是怎样呢? 《青光眼》是你看东西的时候 只有中间那一块看到 旁边的那些黑了 《青光眼》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很急性的《青光眼》 一个是慢性的《青光眼》 我逐一样说 急性慢性也好 其实如果你是急性的 你就要去医院 可能和你要做手术 要降个眼压 最主要是前防的水 和你放感一点 另外如果你慢性的 就更加麻烦一点 因为慢性的很多时候 是因为你的视觉神经已经受损 或者死了 所以导致你有《青光眼》 即是整个眼球的功能已经消失了 好了 为什么会有《青光眼》呢? 其实是因为几个原因 最多高机会 第一个是糖尿病 另外一个是高血压 眼压过高 心血管疾病 和长期使用类固醇 这五个原因 是最高机会率的 当然也有慢性的《青光眼》 是因为遗传的 但这个机会不是很多 另外由于很多时候 现在你去看眼科 眼科医生通常跟你 只关注一件事 就是眼压 任何东西都要舒缓眼压 这个无可口非是对的 这是指标的方法 现在眼压高 你降下眼压是合理的 但你也要找回长期原因 为什么你会有眼压过高 如果你是因为糖尿病 或者高血压 其实糖尿或者高血压 我之前已经有节目说过 如何解决糖尿病 或者高血压 我会把这些影片 放在这一条影片下面 大家可以听听 你一定要处理了 你自己本身的慢性病 你的眼尸才有机会康复 但如果 你去看西医 不停和你的眼压 你永远永远 眼睛都不会好得回 而且你永远 只会青光眼的 你的状况一直叉下去 是不会有好转的机会的 如果你去看西医 西医也会跟你说 是没有办法令到你的神经 回复正常 你只有可以 减慢你青光眼的 恶化速度 其实 未必是这样的 大家先听听一下 不是这么绝望的东西 当然 任何东西都有机会 是可以好得回的 我现在就一路介绍 几个方法给大家 如果 你是有糖尿病高血压 看我之前的影片 怎样可以令到 你改善你的糖尿病高血压 这个一定要先处理 第二件事 就是心血管病 其实跟高血压有关 跟胆固醇有关 我也有一条影片讲过 我也会放在这条影片下面 怎样可以令到你 用一些比较天然的方法 又或者你有什么 营养或者维他命 缺乏了令到你的眼压 会经常性高 就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找到 什么 缺乏了什么东西 会令到你的眼压偏高 第一件事 最稳定的就是 补充曼尼西医 营养西医的机制很复杂 我之前有几集都讲过营养西医 大家可以看回 我有两集专门 只是讲营养西医 营养西医 营养西医 其中对眼有什么帮助呢 就是它可以降低你的眼压 大家如果想找多些资料 你可以在Google上去找 例如营养西医养 营养西医养 你会找到很多相关的文章 就会告诉你 原来营养西医养 是可以有效降低你眼压的一种 维生素 很多人都缺了 所以导致你眼压 你不停用西药去控制眼压 其实根本你的源头 你本身就是营养不良 缺了营养西医养 才会导致你眼压过高 所以你不停用西药去压 它始终会弹回 为什么如果你用西药 只可以减慢你退化速度 不可以治好你的青光眼 原因是因为你本身真的有营养不良 这个现象 才会导致你眼压过高 如果一个身体营养充足 矿物质所有东西都是充足 你所有器官都会运作良好 你运作不良好 通常只有两个原因 一是毒素耐聚 二是营养不良 你用所有病用这个概念去想 都不会错到哪里 另外 首先你要降了眼压 当然你降了眼压 你有得青光眼 代表你本身的视神经 已经受损了 而西医告诉你 视神经是不能逆转的 我告诉你 神经系统是可以修复的 如何修复呢? 你要有几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我提过很多集 就是维他命B12 维他命B12 当你用高剂量 是可以激活你本身受损了的神经系统 我再说些 我收到一个网友说 因为我说用B12 修复很多神经系统 但是有个网友留言给我 他用了B12之后 你总了 他一停用了之后 就正常了 然后他去西医验血 便验B12 正常来说 可能是西医的角度 就是二百至六百就是正常的範圍 这个是远远低于一些人康复的水平 不过先不讲这部分 我们讲了因为这个网友一验出来一千二百多 他很害怕会不会overdose 会不会太高 因为他一停他真的个个条例没有种 原来是这样的 B12呢 我首先再讲一次 B12是不会overdose 即是不会过量的 大家可以放心 第二件事就是 有些人会用了B12 尤其是什么情况呢 尤其是你是B12严重缺乏的人 当你一用B12 B12就有一个机制就是拍醒你的神经 这个是类似好转反应 这个叫Wake Up Symptom 在网上搜尋 维他命B12 Wake Up Symptom 你就会找到 你正常本身没有的病 突然间刮了出来 有些人会说很害怕 突然间本身手没那么痛 吃完还痛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 即是B12对你的神经系统是正在修复了 是正在工作了 那你就应该要继续用 还有一件事 如果你是用口服B12 你不需要去验血了 为什么 因为B12已经在血液里运行 你一验是一定超标的 一定百分之百超标 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是否B12缺乏 应该是4个月不用完全不用B12 不用B集任何的营养补充品 完全不用4个月 接着你去验血 你就会验得到你自己的B12是否低 但当你营养補充的时候 不需要验 因为是浪费的 一定高的 而高的数字 有些人高到几千都没问题 因为B12 如果它是多了 它在尿液里面会排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用 最多最多就是 你一用的时候 你的情况会差一点 譬如 你现在看东西是蒙的 你用完之后可能再蒙一点 但你一定要坚持 因为保维他命B12 修复神经系统 是要断几个月至年去计算的 不是几天做得到的东西 它不是西药 它是普通维他命 但是你要补充足够维他命 你身体才可以有能力 去修复到你的神经系统 所以最多人最多人问 就是为什么我吃了之后 还差了 你又肿了又爆暗瘡 有得这些反应 即是正常 即是说B12在你身体正在做事 所以如果你有得这样的反应 你最好就不要停 因为一停了 因为你之前想医的任何病 都会回头 永远医不好 而且如果你把中医的概念 说有什么寒、醋 你一世都医不好 我又说明给你听 所以大家要忍耐一下 因为補充维他命B12 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 大家要先明白这件事 所以有些人一开始用 有点反应就很害怕 就立刻停用 这些案例是九成九 一世都医不好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得这样的问题 继续用B12是很安全的 大家上网查一下 因为B12是不会过程 所以它多了最多是在尿液里排出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第二件事要修复神经有什么呢 就是维他命B集 因为维他命B1、B2、B3、B5、B9 其实都可以修复你的神经 为什么你会 什么维他命B都缺呢 其实是因为跟你抢导的吸收能力有关 如果你神经系统本身已经有破损 要修复 维他命B12和B集是不能缺少的 如果你补充维他命B12 你最少一天最少最少 你保五千 如果你是神经系统受损 我说如果你有青光眼 最少你保五千 为什么呢 维他命B12 口服的B12 你的吸收率很低 低于1% 即是你每天可能吸收到五十左右 如果你就算滴五千进口 你也是吸收到五十左右 不是很多 因为吸收是打针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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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 但是如果你口服那些 1%比较多了 你当是1% 你一天五十不算过分 只不过的副作用就是複作用 是会 你会生陷疮 有时病征有时会再加剧 有时本身没有的病征是捞出来的 但它会过的 两三个月就过了 然后你一直补 你本身有问题 例如你的眼睛是青光眼睛 你会看到越来越清晰的 这个讲完了 B12 我现在再讲维他命B集 这一只 营干膜这一只 你一天补一粒就可以了 因为它维他命B1,B2,B3都够了 20mg,25mg都够了 这个一只补一粒 然后B12就一只补五千mg 就是一个滴滴滴管 维他命B12,B集就是以来修复你的神经 另外 再加上什么可以再快点修复你的神经呢 就是流伸酸Alpha Lipo Acid 流伸酸大家在网上可以查到的 很多医学文献已经说了 如果你神经受损 你是必须要用到流伸酸 去修补你的神经 即是说 如果你是用西药的 医生说是不能逆转的 但其实原来不是这样的 起码我看到的料不是这样的 流伸酸是可以逆转你的神经受损 维他命B集是可以逆转你的神经受损 B12是 类似 一个 Jump Starter 即是你本身的神经系统已经死了 真的会跟你 撻起来的作用 所以是有反应的 有些人是很大反应 即是 更不舒服了 本身的手麻痹 更麻痹得多了 也不奇怪 这个就叫做Wake Up Symptoms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三样东西就是 为你修复你的神经元 第一步 你要降眼压 用Malicium 第二步 你修复神经 用维他命B12 B集和流伸酸 接着 有什么可以增加你 眼里面血管的流量 以及 帮助你 眼里面血管的抗氧法 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也可以上网找的 叫做Bak Curran 这叫做黑加伦子 这种东西 就不是我们吃的黑加伦子 但是名字叫法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五痛植物来的 但是 原来Bak Curran 是可以令到你 眼部里面 最小的眉丝血管 通过血 因为你本身的眉丝血管 可能是因为 胆固醇偏高 血管不健康 导致眼部的血液流动不够快 之前我说过一集 如果血液流得不好 去到神 你的神就会有神病 其实一模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的血液运行得不好 他的眼睛 那你就会有青光眼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亦是大部分的原因 如果你想增加他的血流量 你就要用Bak Curran 加lutin 这个就是 你可以上网找到很多文献 吃了Bak Curran 是青光眼 是除了不会再恶化下去 还有些例子 是会慢慢慢慢康复的 好了 我刚才教了几件事 一是这个 钢眼压 然后 修复你的神经系统 然后修复你现在的 眼部的血流量 还有什么你平时 每日日常要吃的呢 每日你吃一盒蓝莓 除非你糖尿病 如果不是你就吃一盒蓝莓 如果你有糖尿病 就吃大量的菠菜 乳衣甘蓝 或者茄子 随便一样都可以 最好你吃齐它 如果你要每天都吃菠菜 记得每天喝一杯柠檬水 因为菠菜 如果你每天吃 会导致你有神石 但是如果菠菜加柠檬水 就可以化了那些神石 你就不需要怕吃菠菜有神石 你平时就每天吃蓝莓 羽衣甘蓝菠菜 茄子是连皮的 不可以只吃肉的 因为茄子的皮 和蓝莓都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而花青素是对眼部健康 非常非常有用的 另外 你不可以做一些负重运动 例如举重的那些 要滚得很痕的那些 千万不要做 因为当你滚得很痕 你的防水的压力 眼里的防水压力 会突然增加 所以有很多人一谷完之后就蛮了 如果你有青光眼 所以 大负重的运动 如果你有青光眼就不要做了 你适合做什么运动呢 例如急步行 瑜伽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不要做 真的举重的那些就不要了 另外 定期断食 你可以一个星期断食 一至两天 没问题的 我之前有一集讲过 怎样断食 我会放在这一条影片的下面 为什么断食可以帮到你的青光眼呢 就是因为断食超过24小时之后 人体会激活了人体的生长因子 如果你补充得足够 刚才我说的B12B集 接着 你就可以令到你的生长因子加快 令到你所有受损的神经 重生 不要小看我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 同一个练习 同一个疗法 有些人是用B12B集加断食 其实已经可以做到 有些人完全坦了 神经线都断了 是可以跑回马拉松的 就是用我刚才说的那些方法 如果你说完全 弱了都可以跑步的 眼神经其实也是神经的一种 所以 大家就不需要太过绝望 说我有了青光眼 就等盲 就不是的 一定有东西可以做到的 当然 你到很后期 可能你的时间又或者久一点 或者你的进展速度会慢一点 但是 刚才那个做法是怎样都会有帮助 另外 告诉大家 记得记得 要介绍所有的人做堂 因为会令到你的视神经受损的糖分 那你一定要控制好 如果有糖尿病 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 避免做 这个负重运动 和定期一个星期 断起码一天 断食断一天 最低的 断到两天就最好了 如果不行的 就断一天 如果再不行的 18个小时 不吃东西 就是6个小时 即6个小时里面 吃完所有东西 然后18个小时 不要吃东西 如果真的不行 才用这个方法 如果不是一个星期 断食一天 就是最理想的 我刚才说的所有东西 怎样找到 你可以缩小的螢光幕 左下角有一个 显示更多 你按下去 你就会看到购买连结 如果你用手机看 右手边有一个向下站嘴 你按下去 都会看到购买连结 当你付钱的时候 你可以打购买 ZFX572 全张单都会多5% 我们这一集 先分享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在右下角 按这个订阅 给我个like 按个钟 分享给你身边 有这个青光眼的朋友 我们这集 先说到这么多 下集再说 拜拜 拜拜